其实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 对于自己小弟弟的外观很在意 在屏东有一名30岁的男子 因为生殖器弯曲了30度 开了两次刀都没用 北上求医希望可以截弯取直 但最后却变成了布局 他一气之下呢怒告医师 而检方认定手续与布局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动刀的医师给予不起诉处分 到来 生殖生活中一名住在屏东的流星男子 也想度过不平凡的夜晚 但因为生殖器官弯曲30度 四处求医无效 两度开刀都没有效果 北上寻求医师的协助 截经波折后顺利截弯取直 却还是没有办法重振雄风 病患怀疑原因就是因为手术造成了 伤口沾黏以及组织硬快钙化 怒告医师业务过失伤害 我们身体的任何组织 只要动过手术的地方 一定会有疤痕 会有沾黏 会有硬化 人家说 做医生不好 各医生不好 开刀的医生认为自己相当冤枉 治好病患还被告 检方调查后 认为病患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能够证明手术与布局有关 因此判罪证不足 将医师不起诉处分